注意看,迷你世界中的第一只狼,它是灰色的 在迷你世界中的沙漠,还有第二只狼,它是棕色的 其实在迷你世界中,还有第三只狼,它是白色的 小伙伴们,你们难道不好奇 被官方大大隐藏起来的白狼,究竟长什么样子吗? 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狼,那么请点一个咋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,我们发现 在沙漠中的这种狼,它的名字叫做沙漠狼 并且它们随着驼声团队一起出现 但是非常的奇怪,它只进攻我们人类 而且是非常团结的进攻我们人类 从来不进攻沙漠脱伤 在评论区中口中6281,你将会知道 这群狼为什么只进攻我们,却不进攻脱伤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,灰色的狼也是非常团结的 它们经常团结在一起,进攻牛,羊,猪,狗,一切东西 那么被官方大大隐藏起来的白狼,究竟长什么样子吗? 今天我和学姐就发现了这只白狼 极兽特工沃夫银 官方大大说,它是白狼一族的 并且我和学姐进入游戏以后 我发现它其实就是一只狼 并且它在奔跑的时候会露出自己白色的狼尾巴 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狼共有三种 第一种狼是灰狼 第二种狼是沙漠狼 第三种狼就是白狼 你们知道了吗? 我肯定也对我和学姐中的狼铁